你有發現我們今天這集節目完全沒有在管熱量嗎 前面介紹冰淇淋 再來是薯條 接著我們要來看的是香噴噴的炸雞 炸雞到底要怎麼樣才炸的好吃 可以多汁皮又脆呢 但你看到首先就是呢 它的炸的溫度呢 要控制在攝氏150到190度之間 而且呢也不可以炸太久 避免會產生脂肪酸氧化的臭味 鮮嫩雞肉丟進滾燙油鍋中 酥脆美味的炸雞幾乎是國名美食 但這看似簡單的炸雞其實大有學問 要炸的好吃的話 得先搞清楚油鍋內的化學反應 once the chicken is dunked in the oil hotter less dense oil rises and colder denser oil sinks to the bottom of your pot or fryer creating a constant even circulation of heat at the surface of your chicken that's called convection 透過熱能對流才能將雞肉給煮熟 其實現在使用油炸鍋 多半能將油的溫度控制在攝氏150度到190度之間 而每次一把雞肉丟進油鍋中會浮出的泡泡 也是能讓炸雞保持酥脆好吃的關鍵 但從這時候就要開始格外注意 稍微停留久一點可能就會讓炸雞產生油耗味 這是因為脂肪酸過度氧化時就會產生臭味的揮發性化合物 讓炸雞味道變掉 另外也要有新鮮清澈的油才能炸出好吃的炸雞 另外也有人會在炸雞的麵衣上加入抗氧化食材 幫助維持鮮嫩口感 不過講到炸雞就得提到現在很夯的汗式炸雞了 打從40年前南韓出現第一家連鎖炸雞店後 韓式炸雞和美式炸雞就互別苗頭 成為炸雞界的兩大派別 不過其他國家也有不同做法 讓炸雞成為風靡全球的全民美食 TV變新聞綜合不到